在这个group那里 小心着我 突然叫我们不要再找他 会不会是最后一个旅游vlog呢? 鸡肠 鸡肥 白鸡 围窗 围窗是什么? you can't be here i can't be here you can't be here you can't be here wis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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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金鸞 去完澳洲 和过了那个年回来 好像休息了大半个月 而且一回来拍片 我已经30岁了 因为过了生日 因为很久没拍片 所以今天想跟大家簡單更新一下 我最近發生的很多事 上一次我生日的時候 就是去了澳洲大概9天 然後再回香港過年 但是回香港過年 全日只留在香港一天 很多朋友都會說 你這麼快離開 你只留在香港這麼短 其實這件事我一直都很想跟大家說 因為我們兩個人可以一起不在韓國的時間 真的不可以很長 最主要是因為家裡有生隻無鞋 要照顧 我們家裡是沒有工人 也沒有家人幫我們看 真的平時只有我們兩個照顧他們三隻 所以如果我們要一起離開韓國 UJU就一定會去隔離EE的家 因為去年其實我們在密室照顧UJU的人的時候 就找到一個鄰居 他們是兩個退休的EE 已經照顧了狗有10年 之前那隻愛犬過身之後 沒有再養狗 他們一直都很喜歡狗 而且很喜歡UJU這些大狗 所以我們跟他見完面之後 他也照顧了UJU好幾次 他們照顧得非常好 因為他們退休了很多時間會陪他散步 有時給UJU我們的時候 都會說不知道會不會在街上撞到UJU 都跟我們說可以多多找他們照顧也不要緊 如果我們有事要出去的話 所以其實去年我們都放心了很多 而貓呢 就是因為他們通常是不喜歡適應一個新的地方 所以我不會考慮說放他們在貓酒店 是會找Pet Seater上來照顧他們 可能大家會說 那你其實放他在狗酒店就可以了 就算沒有依依 這次去澳洲之前也有跟依依說 需要他照顧10天左右 但是突發的事情就發生了 在我們去澳洲之前那一晚 就打算Kakao約那個依依時間 跟他說我們明天大概幾點會去 放下UJU 但是我們突然間發現 那兩個依依在群組裡 小心了 他們退出了群組 聯絡了那個依依 突然叫我們不要再找他 我們再發訊息 問他有沒有發生什麼事 等等的事情 他們都沒有再回覆 最離奇最離奇的事 是真的完全沒有任何事前的症狀 我們完全沒有發生過任何吵架 check最後我們說的事情都是 我們過了數給他 接著他收了錢 接著好啊 借借啊 接著就完結了 但是真的不知為什麼無端端 在我們離開韓國前一晚 他就失戀 接著我們是 因為狗酒店 特別我們是經歷了農曆伸延的時間 其實一早已經敷了 你是不可能前一天去預約的 然後我們就再找了好很多朋友之後 最後最後我是多感動 有兩件事情發生 第一就是我們之前都認識另一個貓主 牠很喜歡UJU 本身牠家是不行的 但是牠都聽到我們情況很危急 去到很晚很晚的時候 牠就再打給我跟我說 我現在過來接UJU走 我真的覺得情況危急沒辦法 但是在牠打給我之前 我們就已經找到另一個朋友幫忙 過來照顧牠們了 就是非常偉大的台灣朋友 那我本身呢 其實我沒有預期牠是OK的 因為牠家裡本身有一隻小的鼻孔 結果呢 最後就是我的台灣朋友和她的男朋友 和一隻狗 一起來了家住這10天 那我是超級感謝牠的 狗和UJU相處都不是最大的問題 又是因為牠們之前新年來的時候 那些貓是被牠的狗嚇到的 開始呢 其實Nana是有些貓底 是很害怕在廁所的 但是J就說 牠肚餓就會出來 誰知道那隻貓真的很傻子 牠肚餓就會出來吃東西 那牠之後就已經適應了一隻狗 沒有穿沒有懶 正正常常的過了這10天 我都覺得很感動了 已經救了我們一命 但是自從這件事之後 我們都覺得今年真的比較難一點 再一起去一個地方這麼久 這次去完九日澳洲之後 其實我也覺得有一點點空式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是超級掛著牠們 所以說了這麼久的總結就是 去年大家可能看到我拍了很多旅遊Vlog 每個月都好像去一個新的地方 但是只望今年 就應該不會像去年拍那麼多旅遊Vlog 今年就會主要留在韓國 接下來我會出這個澳洲Vlog 已經是我今年 會不會是最後一個旅遊Vlog 我也不肯定 其實我平時很少留意自己Channel的數據 但是我上個月回公司開了個會 我們先分析去年全年的一個review 那去年來說 Tomo出了70條Youtube片 很勤力 我平均每個月出6條片 這個女人很瘋 但是也沒練 對 發現我們去年其實都沖得很緊 有想過今年的節奏是放慢一點 可能未必說一個月會有6條片那麼多 人會慢活一點 再繼續努力去重質不重量 之前在IG跟大家說過 這個韓國版的蓋絲寶 是豆奶來的 很多人冬天都很喜歡喝 肉奶奶說她是一個良心企業 就是因為她救了很多乳糖不耐症的小朋友 這個豆奶就幫了她們去補充 她們在牛奶吸收不到的營養 有很多蛋白質 維他命C 維他命B2 鈣 鐵粉 但是她也挺甜的 我家裡廚房的中度 一大半都被這個盒子佔據了 上面寫著沖痰 但是其實她是 她是一盆果腩來的 應該是我最先最先收到的生日禮物 有個韓國朋友她很好 我還沒生日她就已經傳了這個果纜給我 她有兩隻超美的芒果 蘑菇 蘑菇 非常甜的品種 去完澳洲之後還沒很家裡 接下來這段時間會主要留在家裡 放了很多很多蛋藥在家裡 上面這兩層全部都是 我最近是Olivia網購買的零食 大致上你看到全部都是這個樣子的包裝 就是它來自Delight Project的Castella 沒試過的 試完告訴大家 它們的朱古力味也挺濃的 而且不假的 這個是我有吃過 好吃的也是 還有這個 去上網買的時候是買二松 還有這個我已經吃了一包 紫菜脆脆 Pizza味的 很野味的 你會吃到不停口那種 然後這個我是沒吃過的 我常常在樓下便利店買 因為有一晚在看韓劇 突然很想吃豹菇 然後就去買這個 但我還沒拆開來吃 吃過這個Homerun 其實跟我們香港某一個零食 我覺得是很像的 泡芙的朋友 這個是一個蛋白零食 通常我想找一些健康一點的零食的時候 我都盡量找一些 聲稱是有蛋白質的零食 而我昨天吃完那個驚為天人的 就有這個 超好吃 打開的時候你以為它是一個朱古力 但其實它是一個popcorn 它第一口吃下去的時候 是苦苦的 然後有一點粉粉的 然後之後就有一些朱古力的甜味 最後就有一個泡菊的香味爆出來 超好吃 我昨天很餓的時候吃了幾粒 然後我和肉奶奶已經把一盒 吃完了 新的豆貓盤 別以為它只有這麼長 它有2米 我買多了這隻雞毛 這個也是for review用的 還有其實我有看大家的留言 說哪一隻豆貓盤好用的 但大家說的那隻 可能要是Amazon的才可以買到 看看我的粒粒粒 好像 最重要的是它前面的粒粒 彈跳力很厲害 所以那些貓很喜歡 你咬的時候 它是彈得很厲害 剛才說到生日禮物 我還收到這個 Amber送給我的Dior唇膏 Amber她選這個唇膏給我的時候 她說有看到我平時用的 都是很淺色 很日常的顏色 這就是我平時用的 橙橙的顏色 就好像是這個3CE 但她幫我選了一隻 是會深色一點的 我現在正在用這一隻 塗一層的時候 它是可以很淡粉 再塗幾次的時候 它就可以變得很深色 但它那種深色 又不是要去晚宴 很隆重的那種深色 我想最近少了 有人說我有黑邊 就說我用這個掃 blur開了 有也是之前化妝師教我 說我的唇 那條邊不可以太清晰 衣服 誒 待會兒 我先截 Hello Hello 今天學了10秒 將後面的頭髮綁起來的方法 行不行 好像不行 我現在看不到後面又怎樣 我覺得會有一個套餐 好好 我昨晚在DAISO買了這個 啊 沒了 蝦子馬了 蝦子馬 做什麼 蝦子馬了 第一份pepper lunch 好吃 肉奶奶最近又買了一些廣東話書回來 我考你 不用客氣 用韓文學的廣東話書 白街超級市場 衛康超市場 華裔曼街 哇 這裡全部都教了 西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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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沒聽過韓國有這種 韓國的這個 西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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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男朋友副業的這條片 就已經招募了第一期學生 他們已經順利學完 但就未全部畢業 就是因為其實我們那個考試 是分了兩個 一個是筆試 一個是實體試 所以現在我就想問一下 學生的進度是怎樣 因為想看其實他們整個科程 有什麼feedback 網上有些人可能就會看到 他其實用眼睛而已 我用眼睛我都可以 可以 如果你是看到這個顏色裡面 是有什麼顏色構造的 我皮膚的米色這樣 裡面你看不看得出 是用什麼顏色去構造出來 他們去學的時候 是要用很多不同顏色 去混合一隻顏色出來 還有為什麼用肉眼睛呢 有機器可以看到你皮膚 明亮度是怎樣 飽和度是怎樣 但是機器的sensor 只有那萬幾個最多 人的細胞幾十萬個 甚至幾億個細胞 所以人眼其實是比機器更加準的 去看這些顏色的時候 再加上機器可能只點一個 不可以看完整個大範圍的顏色 不知道為什麼Nana 可以塞下來我的屁股後面 我本來經常輸的 但我剛才的運氣超好 已經手上有兩套 三隻一模一樣的卡 你要看運氣 看可不可以一次過出到 一次過出到 對方就要給你一張卡 再撐到一隻 是可以一次過拿四隻回來 他現在的震驚超厲害 超多分 但是他現在是 什麼都沒有了 1 2 3 3 3 5 鐘 5 鐘 7 8 9 10 11 12 13 現在衝動的2次 2次 這樣就加上4 1 2 3 3 3 4 OK Goodness 我就知道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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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 7 8 2 7 6 8 276分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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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覺得課程太短了 我們都覺得如果前年Virry 用Zoom去講的時候 可以講得比較詳盡 之後可能在練習上 就可以拉長一點時間去做 第四就是我們自己同學的卡拉討論 第五就是做一些 還有考試 對我們來說 可能是有少少消化的時間 去到第五天 我們看太多人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 真的太累了 對 都會想看多些 其他人是怎樣做的 對 我當初沒拍拍的時候 我都不知道 他的基準 很困難 沒有什麼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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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他 好笑 好可愛 我們沒想過打第一個電話 講了很久 講了46分鐘 現在才 叫第二位學生 Hello Vizy 我剛才跟第一個學生 你聊了很久 然後我再 我覺得是 可能顏色上很OK 因為我本身有做化妝 其實顏色上 我覺得 就不是很難去catch 反而是 開頭 開頭去講的理論 是難一點 pick up 因為我自己 現在也有約到model上來 我大概 上月堂 也有六個model上來 但是我覺得 一個比一個 真的好一點 當然我覺得 我的流程 是不是真的正確 但是 每一次做完一個 原來 下一次 我可以更好 是啊 你很勤力 你約了六個 我做了六個 好厲害 最好 這本 我現在在韓國 看了 暴風 我現在看了 是正確的 暴風 你也會買這些 顏色的衣服 但是 就不太敢穿 是啊 知道是漂亮的 但是你會很久才穿 但是現在你肯定了 你做完 你肯定了這個顏色之後 我就會經常拿出來穿 而且我會看衣服 我就一定 其實我真的是這個顏色 我真的很適合這個顏色 我就會很狡膽穿 很好啊 還有一個好處就是 我做了這個顏色之後 我發覺 我買衣服緊慎了 我剛才買的 踩雷少了 少了 坐車也是 坐車也是 不是這個顏色的 不是這個 我沒想過 剛才跟學生會談那麼久 我們剛才一個電話 談了46分鐘 第二個電話 談了一個半小時 現在的時間已經是12點 然後J現在變了一個補習老師 好 多謝大家陪了一天 我們在Facebook Instagram 還有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 是 一年紀大學 我們在Facebook